立陶宛 立陶宛走到今天这一步 明显是被某些大国所策动 但牺牲的是立陶宛的利益 我们呼吁世界上其他国家 从自身根本利益出发 从国际公理和正义出发 不要 被某些大国所裹挟 不要卷入 无谓的对抗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 任何将体育运动政治化 违背奥林匹克宪章精神的言行 有关炒作 只会损害各国运动员的利益 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拥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南海仲裁案 及其所谓裁决是非法的 无效的 任何挑战 中国主权和利益的图谋 都不可能得逞 这的确不是外交问题 相信你也看到 他近日出席了一些公开活动 中方对苏丹国内有关各方 签署政治协议 表示欢迎 这有助于维护苏丹国家团结 及和平稳定 中方将同国际社会一道 继续为苏丹推进政治过渡 提供正能量